你真的会洗剧情点吗? 一个操作能省500万 经常有侠客在买号或点NPC时 总能学到自己不想要的剧情技能 而洗剧情点花费小到100万 大到上千万 今天大大王说一下 洗剧情点的套路 以及怎么洗最省钱 故事便从这里开始了 首先洗剧情点需要找到那个学技能的NPC 点击学习技能选择我想遗忘一级技能 同时会给你四个任务 遗忘剧情技能不同 任务分为两种类型 第一种你遗忘的技能是妙手空空 宝石工艺 古董评估等 需要二或三点学习的剧情技能 要的物品基本相同 其中穷悍必要一个80环 缝铁匠必要10块强化石 小宝随机要一张25级变身卡 小云云随机要一个三级宝石 如当前任务要的是三级黑宝石 而三级黑宝石要40多万 三级神秘石只要3万 由于要宝石是随机的 我们可以通过取消任务 来重新刷新索要宝石 操作是返回学技能NPC处 点击学习技能 找到我之前点错了 我不想遗忘剧情技能 是可以取消任务的 同样接任务的操作 可以再次接任务 直到刷到神秘石 或吸收宝石等就可以 一次轻松能成40万 同样二级变身卡不好购买 可以刷成4到5级的哦 第二种 你遗忘的技能分别是 变化之术 单元机会 奇门遁甲 这些需要4或5剧情点 学习的剧情技能 同样也会接到4个任务 穷汉要80环 和缝铁匠要10块强化石 是一样的 差别在于后两个任务 分别是 风波神会要一把散发光芒的神兵 就是90以上的武器就可以 分解的都差不多在40万左右 其中失败3次的也可以上交 最后一个就是花香香任务 会要一个变异宠 或以认证法宠的召唤兽 变异只会要指定的 0至45级召唤兽 而认证法宠会要35至55级指定召唤兽 这里必选以认证法宠 要知道0至45级变异宠 最便宜的也要5、600万 而认证价格只和参战等级有关 如参战等级35召唤兽 认证法术只需要33万 而55级认证需要70万 认证差价近一倍多 和上交变异宠能差500多万 若刷出的参战等级比较高 同样可以去取消任务 再次重新接任务 你学非了吗 你学习的 他们这已更快 我做完了